歡迎大家來到麥視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2021年是全新Sony OLED A80J 那A80J在7月初巧巧在台灣上市之後呢 這段期間內小弟也對他做了一點簡單的測試 今天要來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那我們先看畫面 A80J在畫面上呢 有別於去年的A8H XR晶片跟X1晶片差一點最大的地方呢 我覺得在於焦點式的分區控光以及色彩呈現 何謂焦點式 我們先看這支路 正常我們在看畫面的時候 我們會先看到前景 再看到背景 那XR晶片厲害的地方他就是在於 他把前景的色調以及細節做了一個強化 那讓你在看這頭路的時候呢 他的顏色會特別的鮮豔 那背景呢 又不會失於原色 那就是XR晶片他厲害的地方 那在聲音上呢 XR晶片 也做了一個所謂 厲害的一個技術 叫做XR Sound Possession 何謂Sound Possession 就是 聲音的位移感 在人從左移動到右 風從右移動到左的時候呢 OLED面板 他整塊都是他的音響 你就想像他是一台 巨大的音響就好 但人站在前面的時候呢 你可以感覺到聲音的位移 就是他聲音厲害的地方 這是我對於這台電視的 簡單的第一印象 那我們再來看看 他今年的Android UI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看 今年A80J 的介面 這台電視目前是 一個解封的狀態 在他還沒解封 Maybe 微解封的時候呢 這台電視只有 Netflix YouTube FTV Premium Video 這些簡單的東西 下面的這些東西 完全看不到 手機遙控 語音遙控 Google助理 Chromecast 這些重點的功能 必須得登錄之後 你才可以享用它 為什麼今年的 電視呢 我們是稱作為Google TV 不叫做 Android TV 差一點 最大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一台 個人化的電視 你今天要叫他 叫你洗床 整理花圃 明天會下雨 各種提醒 你只要拿起 遙控器 用語音 處理的方式 直接遙控它 就可以了 接下來 大家來看看 帶大家來看看 所謂 UI界面的部分 現在我們在首頁 下面在第一行是你目前已經安裝的應用程式 接下來下面呢 就跟以前一樣 它就是一個推波 各種推波 上面 應用程式的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進到 以前我們要 按老半天的 Google Play商店 現在呢 直接 坐在裡面 直接從這邊 查掃 最熱門 大家最愛裝 最愛看的應用程式 全部都在這裡 那接下來 有一個重點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 Netflix Netflix今年在 跟Sony在合作上面呢 他做了一個 Netflix 校正系統 原聲原影的 呈現Netflix 當初導演拍攝的內容 也就是 Sony得到Netflix的認證 才做了這個 所謂的校正系統 那 導演模式呢 也是 Sony 今年的一大看點 OK 那 A80J 有別於去年的 A8H 他做了一個提升 叫做 4K 120Hz 在HDMI 3 跟4 這地方他都有做了 如果你是有打PS5 或是即將入手PS5的觀眾 如果 這個東西 想必來 想必來說 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那 這台電視呢 全線搭載了HDMI 2.1 在去年 前年 這東西都沒有 不過 在明年 後年 這類的產品 會越來越出越多 越出越多 那A80J呢 在今年也算是 CP值相對來講 很高的一台電視 那 此時不夠 更待何時 這台電視呢 目前的售價 定價是 119,900 歡迎大家來到店內 做一個 觀看 那 我 還在為你 做一次更深入的介紹 那 接下來 麥4呢 也會 陸續的更新更多的開箱影片 歡迎大家 訂閱我們 關注我們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